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天色繼續比較陰暗 在維港看出去 全日都是多雲 沒有甚麼陽光 加上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日頭大部分地區的氣溫 都徘徊在18至19度左右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看到今天雲大覆蓋著廣東 帶來一些多雲的天氣 預料清靜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明天影響沿岸地區 風勢仍然會比較大 不過在電腦的雲雨報圖看到 剛才提到的雲大會有所轉駁 周末的時候我們會見一些陽光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大致多雲 初時有一兩陣微雨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17至21度 吹和緩至清靜的東至東北風 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格 我星期天氣都比較涼 我們預計下星期氣溫方面會有些變化 在電腦的預報看到 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後風會逐漸的緩和 並且被一股溫暖和潮濕的海洋氣流取代 我們會由一些偏東風 慢慢轉為出一些偏南風 所以我們展望之後幾日氣溫會逐漸的回升 下星期初次到中期日頭會是溫暖的 高溫會到25度或以上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 再見 再次看到一邊 再見 感谢观看